人的力量 比方讲他打我 他打我 八卦拳没有说我站在这个地方 用手来开的 没有 八卦拳用 八卦拳用的是什么 他打我是不是 我要先移动 他打我的这个目标我先要走 所以走开 比方讲我往下走 他打我头 我往下走 是不是这样子 往下走产生一个这个 动能 手往上去 所以我的手起来 是因为他要打我头 你打 我的头一闪 手起来了 是不是这样子 这是往上 他打我头 我如果要往边闪 他打我 我往这样闪 手的力量就要出来 要不懂 你的手的力量 你的招式力量 都是因为闪 都是因为动而产生的 他的手 手来 所以你先要知道 目标 目标 先要看到 目标 目标来 目标走 目标走 是不是 我这个目标走 目标走会带动什么 当我这个 当我这个目标走的时候 带动这个 有没有 我这个目标走 是不是 是不是带动这个 有没有 好 我如果是这样 这样走 他打我 我是这样走 你看 所以我的目 他打我的头 我的头是这样躲开的话 手是不是 变成这样子 起来了 那他那个手 还会来啊 是不是这样子 好 他那个手在打来 我往哪闪 我这手在这边 我往这闪 我往这里闪 你看 我往这里闪 力量就到了 这样不懂 所以当你在做这个的时候 你这个手出来 不是手 不是这个力量 不是这个力量 而是什么力量 而是这个力量 这个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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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躲的力量 你的身体的力量 知道吗 因为你的身体的力量 让手往那个方向去 不是这个力量 这样不懂 所以八卦要动 要动 就是这样子 想到吗 不停留在那边 所以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 人家打你 打你的目标 这是打 把这个目标先走开 然后是怎么走 是不是这样子 你是这样走 还是这样走 还是这样走 是不是 不同的方向走 出来手的招式就不一样 变化从这里来的 所以八卦的变化不能教 八卦的变化是因为对对方给你的刺激而产生的 不是你去设定的 这样不懂 全招里面的都是教你 教你这些东西移动的方式 真正的变化是根据对方的刺激而来的变化 好的吗 所以要会动 所以他的部 他的身体 才要动 好 所以你们在动的时候 要注意到 力量是从这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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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来 力量是从这个来 这个来 好 好 好 再生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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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